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 今天呢 要來開箱一下我 的交換禮物的禮物 剛說到了 我買的交換禮物 雖然是要送給別人 但是自己還想 還是想要先開箱一下 檢查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次的主題呢是 就是大家要 各提一個顏色之後再抽籤 抽籤然後決定 你要 就是買什麼顏色的禮物 那我抽到的是紅色 非常的適合聖誕節 對看 這是我去年買的 聖誕節的帽子 就是一個夾子這樣子 然後 因為去年我沒有用到 所以 其實我都在宿舍裡面用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 夾著然後總是去宿舍 房門外面就覺得 有點尷尬這樣子 好 不管反正 今天呢就是要來 開箱我這個禮物這樣子 自己個人覺得我買了這個禮物啊 別人一定會喜歡 就是 怎麼講 我覺得很有創意 但是 我現在不知道它裡面的品質怎麼樣 所以 我有點擔心 好 再來 拆開它 然後我們自己也決定說要 就是 不要送太爛的 要送 實用的 然後我就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自己個人想說 想要買一點獵奇的東西 但是 後來想說 就是 在搜尋的過程中 看到這個 就覺得 這很有創意啊 大家應該都會喜歡 好 我現在打開了 然後裡面它有用這個 空氣代嗎 去防止碰撞 這樣子 這是本屁了 它用一個黑色袋子 這裡面 還有一個卡片耶 然後上面寫 謝謝 非常感謝 這卡片還不錯 質感不錯 它是那種 燙金的 顏色 它是有一個紋路的 還蠻細緻的耶 在這裡 就是把它這個氣拉出來 這樣子 我覺得這卡片 可以加利用這樣子 喔 它是先放旁邊 這邊是這個 這邊是這個 就是這個 本屁 它是用的大絲絕袋子 然後 其實它這個包裝 還蠻不錯的 就是 很可愛 整個感覺 還蠻有神秘感 跟我自己想要 買禮物送給別人的 感覺是一樣的 我要打開膠 等一下 我是可以檢查對吧 應該是可以摸的 畢竟 我害怕它 有瑕疵 哇 有沒有啊 不錯吧 不錯吧 紅色的 新拉麵 然後啊 它其實是可以拉開 這邊有一個 拉鍊 因為 我要送的人 我也不知道我要送給誰 但是我要總要先 就是 知道 先看過一下禮物 到底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 我就把它拉開囉 我會檢查一下 跟一個人講一下 裡面的是 好 我就不全部拿出來 因為我怕我塞不回去 裡面就是一個 面體 的那個 毛毯 是不是很實用 很實用 很實用對吧 這個是毛毯 然後 外面這個就是 就是 不把毛毯拿出來 就是一個保證 然後自己個人覺得它非常有特色 等一下 拉起來 我害怕 好 好 這樣 真的是覺得它非常的 有特色 新拉麵 大家有吃過吧 大家應該都有吃過這樣子 對吧 還有特色的 而且裡面裡面的那個 毛團實在是太可愛 我在 就是網路上看到那個圖啊 就是它是個 麵體 就是裡面都是麵 剛剛應該大家有看到 這個 裡面都是那個麵 這樣蓋起來 真的很可愛 是 自己 埋沒在泡麵裡面 對 所以呢 就是 就它摸起來質感 不會說 到很不好 就是 雖然會有一點 吃了縫線 就是不會到 到線頭很大 就是還是 有線 但是你知道 因為我們這次的 嗯 交換禮物的金額是落在400下 所以 我覺得這已經 非常 應該蠻實用吧 大家覺得如何 蠻實用的嗎 就可以當靠 靠背的枕頭啊 或者是你就是 找出門在外 想要帶一個 這樣子抱著睡覺的也可以 自己覺得 我很想要這個禮物 就是 要送給別人 而且這很大啊 對 而且這沒有很貴 摸起來 質感也不錯 還蠻細緻的 不會說就是 很 很刮皮膚啊 什麼的 喜歡 算不是我 好 不管了 現在先 把它裝回去 因為我原本是用這個 箱子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箱子 看起來太不神秘感了 所以我想要用別的箱子 所以我想要用別的箱子 就是這個 這個 應該跟這個比起來 比較大吧 而且 這個又是有 花樣的 所以 打算用這個包好了 那 這個應該也可以放在裡面 喔 等一下 這可以寫一些卡片欸 環保 再用 可以用這個箱子 啊 我跟你講 這真的會很 是這樣子的 各位 因為我這上面啊 之前 購物了一些資訊所說 我以前 我把它畫 把它撕掉 小心 好 反正這邊 這邊的部分 還有這上面的 要重新 重新用過 卡片 好 這個寫好的卡片了 嗯 我寫了說 嗨 不知道誰這麼幸運 收到我這個禮物 希望你會喜歡 在這寒冷的冬天 蓋上 辛拉麵毛毯 保證 You so hot 呵呵呵 呵呵呵 祝Merry Christmas From me 呵呵呵 希望 希望 收到我這個禮物的人 很開心 收到這個禮物 好 這樣就來風箱 好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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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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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祝福 喔 終於 ok 我覺得應該這樣就可以了 完成 完成 ok 嗯 就把它 放起來了 你就等那個時候 然後,誰抽到這個禮物,再看他的反應如何 再看他的反應 該,該,喜歡吧